去年年尾 这个 2020 Honda City 大改款正式在泰国市场登场 之后它陆续在其他的市场 例如说印度还有新加坡上市 现在终于轮到马来西亚了 在不久前 Honda Malaysia 在他们的官方面子书上面 放出了 2020 Honda City 的预告 表示着这款车即将来到我国市场 因为目前 Honda City 在本地是非常畅销的一款车型 因此有不少的消费者期待大改款车型的到来 那么大改款车型有什么创新的地方值得让我们期待呢?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会带大家去看一看 这个 2020 Honda City 的特点 在外观的设计上面 2020 Honda City 整体的轮廓 其实和目前在售的车型是非常接近的 但是在一些设计的细节上面 则是采用了 Honda 最新的家族化设计 如果你从车头看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 2020 Honda City 看起来很像 Honda Civic 的缩小的版本 外观是很帅气的 至于在车尾则是采用了 LED 的光条来做点缀 让这个 2020 Honda City 的车尾 拥有着很高很高的辨识度 不过呢 这个 LED 的头灯组织是仅限顶级版的车型 入门版的车型 还是一样采用这个 Projector 加上卤素灯泡的设计 如果我们看整辆车的氛围啦 它其实并不太像一款 V Segment 的 Sedan 所以这次 Honda 在这个外观设计的细节上 其实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 除了 Honda City Sedan 之外 Honda 也会推出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车型 根据这个国外媒体表示 这个 Honda City Hatchback 的出现就是为了取代 Honda Jazz 因为目前大改款的 Honda Jazz 是为了日本还有欧洲市场所打造的车型 并不是那么适合马来西亚市场 或者是其他东南亚市场 所以 Honda 才会推出这个 City Hatchback 的车型 而目前 City Hatchback 也已经现身在泰国进行道路测试 所以相信这款车距离推出已经是非常接近了 在车头方面根据铁照 这款车其实跟 Honda City Sedan 是一样的 只是在车尾采用了更为流线的设计 看起来更为 Sporty 而相信它也会延续 Honda City Sedan 的出色空间表现 就算你买的是一台先备车 你也不需要担心空间表现不够用 这款车预计会在今年内正式发布 正式发布之后 应该会有很多人喜欢它 包括像我这样 我也是期待 Honda City Hatchback 很久了 内装方面 2020 的 Honda City 跟现在的 City 相比 是有非常大的改进 首先就是这个目前 City 上面的 触控式冷气面板 在新一代车型上面被取消了 根据研究 这个触控面板会影响驾驶者的专注力 所以我相信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Honda 才会在新一代的车型上面 取消这个很有科技感的触控面板 但是传统的冷气控制旋钮 其实更有受感 尤其是你在开车的时候 要进行盲操作 根本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个人还是偏爱 这个传统旋钮的设计 另外呢 2020 Honda City 也会配备一个 全新的8寸触屏主机 这个主机在海外是支援 Android Auto 还有 Apple CarPlay 的 相信马来西亚市场呢 同样也会支援这两个功能 加强这个手机和车子联动的能力 那么到时候呢 你就可以跟你的Foon Holder说拜拜了 因为你再也不需要这个Foon Holder 来夹着你的电话 直接把手机连接到触屏主机 就可以在触屏主机上面 使用你的 Spotify 使用你的 Waze 更加方便 以上的改变还不是2020 Honda City 最强的地方 它真正强的地方就是它支援了一个全新的功能 叫做 Honda Connect 因为现在的车子都讲究车子 还有跟这个互联网的联动能力 所以 Honda Connect 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你可以用手机下载这个 Honda Connect 的 App 来和这个车子进行连接 在连接了之后呢 你就可以利用手机来控制车辆 或者是获得车辆的资讯 甚至还可以用 GPS 来定位你的车子在哪里 还有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发出求救信号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功能 更加不用说或许这个车辆的保养资讯啊 等等的细节 所以这个功能不仅仅是好玩 不仅仅是先进 而且还非常的实用 如果没有意外 2020 Honda City 将会成为马来西亚 第一款拥有这个功能的 V Segment 车款 引擎方面 在泰国的 2020 Honda City 因为要符合这个泰国第二期的 Eco Car 法规 所以采用了 1.0 的 V Tech Turbo 这具 1.0 的 V Tech Turbo 最大马力是 122 PS 峰值扭力 173 Nm 匹配的是 CVT 变速箱 这款车发布之后呢 很多马来西亚的消费者 可能都希望这个 V Tech Turbo 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不过呢 目前 Honda City 其实有两个全新的引擎配置可以选择 除了这个 1.0 的 V Tech Turbo 之外呢 还有一具全新的 1.5 自然进气引擎 根据 Honda 印度的官方资料呢 这具全新的 1.5 自然进气引擎 它的油耗表现是 5.4 公升 100 公里 比起现在的还要省油更多 你可以想象到 未来的 Honda City 可能依旧是本地动力最强的 B 层面车弹 同时拥有最好的油耗表现 目前各家厂商都开始在打配备战 车子的配备越来越多 目前的 Honda City 顶级版已经有 6.7 囊 然后 VSA 是全车式标配 那么在大改款上面它还可以增加什么呢? 如果以 Honda Malaysia 一直以来的作风啊 我相信我们在这个 2020 Honda City 上面 可以看到 Honda Landwash 甚至 Honda Sensing 都有可能出现 至于 Honda Sensing 包含了什么呢? 像是这个 远近光灯自动调节啊 车道便宜警示啊 车道便宜辅助 主动式定速巡航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都包含在里面 如果我们看到 2020 Honda City 拥有这样的配备 千万不要觉得奇怪 因为 Honda Malaysia 一直以来 都在配备上面非常的慷慨 如果这一次 2020 Honda City 真的配备了那么丰富的 先进主动安全功能呢? 那么它将会是本地 最有竞争力的 B Segment 车型 在整个 2020 年的上半年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影响 所以本地很多的新车发布都被迫延迟 其中一款就是这个 2020 的 Honda City 但是呢 现在它终于要来我国了 它可以说是今年最值得期待的车款之一 目前 Honda Malaysia 还没有正式公布 什么时候这款车会登场 但是相信应该不远了 我们会不会在下个月 甚至是 9 月就看到这款车呢? 那就敬请期待咯!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这次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咯!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